一、二、三 将品势演练的虎虎身风的 就是这次拿下南投县中小学连运 品势个人与团体冠军的得主全齐豪 来到民和国中才开始练台拳道的他 不到三年就有这么好的成绩 全齐豪是相当的感谢教练吴冲哲的指导与陪伴 感谢教练就让我可以去学这些东西 就是可以让我看到跆拳道这个运动项目 刚开始我还不知道什么是跆拳道 可能少了他会没有这些成绩吧 跆拳道比赛 除了一般人较常看到的队练 这几年来也渐渐发展品质项目 教练吴冲哲马上看到其中的优点 这两年来便读出队员加强练习 这也让身高较吃亏的布农组学生 依然能靠品势来争取奖牌 那我发现到我们孩子的力量是好的 那又因为身高 刚好可以符合在这个区块来做推看看 那我这样试了这两年多来 在南投还有全国的 全国可以挤到前期了 然后在南投线现在目前都可以拿到冠军没有问题 来到民可国中 已经将近十年的教练吴冲哲 无论遇到任何困境与考验 他总是强调 布农组学童实在是有运动兼分 并希望协助他们能够借由跆拳道来创造自己的优势 我们学校的台湾道不是体育班 那我们的练习的时间也没有办法 像外面体育班他们拥有比较多的时间练习 其实能够得到这些成绩 主要也是证明说我们部落的孩子 其实他拥有很棒的运动天赋 这个是我必须要强调的 就是说我们部落的孩子不要忘记了 运动是你的专场 所以因为我们这边的孩子的学科真的就CP值比较不好 但在另外一个领域我们看到他闪亮的一个面 那我期待啦 就是说他可以用体育的部分来升学 他也是读书 只是找对了他读书的方向 对全国人军兵运动会啊 然后还有全忠誉嘛 我对这两个比赛非常 就是用心去练就是为这个比赛而付出 然后我希望比赛的时候可以拿到好成绩 然后希望可以让教人看到再用心的那个努力 在武冲者的用心推广下 有越来越多复兴的国小学生慕名来学 因此道馆空间也越来越不够用 他计划将道馆拖换到隔壁的教室 也希望有社会的资源能够提供协助